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阶段 而作为特朗普最大的竞争对手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却迟迟没有公布他的竞选搭档 引起外界关注 尤其在过去几个月 反种族歧视示威浪潮席卷全美国的背景下 要求拜登提名黑人女性担任副手的呼声更是日渐高涨 上百名的黑人男性星期一跟联署发表措辞强硬的公开信 警告拜登如果不选择一名黑人女性作为他竞选拍档的话 那么他就准备输掉这次的选举吧 来到昨天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终于出炉了 拜登宣布拥有非洲和印度血统的加州参议员哈里斯 将会成为他的竞选搭档 而这也是美国史上第三位获得提名副总统的女性 更是首位被提名副总统的黑人女性 拜登形容哈里斯是无谓的战斗者国家最好的公仆之一 不过对手特朗普却讥讽拜登挑选的这一名竞选搭档 是一个恶劣可怕跟无理的人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副手人选出炉之后 即将代表共和党竞选连任的总统特朗普 也立马在白宫记者会上 对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发起猛烈攻势 还不忘了挑拨礼剑 对拜登选择哈里斯成为副手的决定感到惊讶 随后特朗普还在推特发布视频 批评哈里斯是极左翼分子 经常发表极端立场 同时还嘲讽哈里斯是个骗子 和拜登搭档堪冲是完美组合 不过这样的组合对美国来说 却是一个错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